那么我们主要的这个就是关注的领域呢有四个 一个呢是新能源汽车 一个是5G AI 一个是泛半导体 还有一个呢是智能制造 所以总体来讲呢 我们是把这个工业科技的各个层面上都有关注到 比如像半导体呢 是关注于它的技术架构 如果是那个新能源呢 是一些特别产业造成的一些快速突进的一些这个产品和应用 那比如说5G呢 也是一些信息类的技术架构 所以是我们从这次的方面来推进我们对工业科技的这个投资 我们有一个投资理念 我们投资要专注于人 专注于我们的产业 所以人打于产品 打于市场 就是营收大的利益 所以依据这条线呢 我们先看的是有没有这样一群优秀的 充满激情的 有情怀的 有技术的 这样的人和团队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要看它的有没有成型的产品已经在市场上验证了 而不是一个PPT产品 而是一个真正的可以落实的被客户所验证的一个产品 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由于我们投资成长期 实际上是投资一个黎明前的黑暗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也希望它得到一定相信他们未来客户的一个验证 所以从过这几条我们来判断一个企业是不是有未来的一个投资价值 如果你们熟悉半导体产业呢 就是半导体产业呢 经过了极大巨大的迁移 它最初是在硅谷 是在美国那边发源的 但是呢 它由于各个的产 就是这个时间点 它曾经移到日本 就由于纯储 它就移到了韩国 那么下一站呢 其实它是移到了台湾 所以台湾在前期的半导体迁移里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镇 那它在台积电 连电 很多优秀的半导体公司 都是在台湾的 那么由于下一步 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 最后的中战是我们的大陆 所以呢 很多的台湾的企业 都已经 吸 就叫什么 吸进 到大陆来 进行大量的配合 我们下期再见 进行大量的放尽 就是颜色的滑 måste 就像城 hör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